欢迎锁定这节晚安台湾 我是陈嘉宜 新闻首先马上来关心 有清洁队员在收垃圾的过程当中 竟然被炸伤 意外发生地点是新北市土城 下午三点多 当时垃圾车开到了永丰路13巷 执行轻运作业 结果在压缩作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垃圾袋据说有一个瓦斯罐 直接爆了开来 两名清洁队员当场被炸伤 晋级送医 割开麻布袋 把垃圾倒进垃圾车内 突然间碰好大一声 瞬间火蛇窜出 离得最近两名清洁员赶紧跳开 一旁等着倒垃圾的民众 也吓得倒退好几步 从另外一个角度的监视器 可以看到垃圾车燃起熊熊大火 清洁队员三步并两步 赶紧想办法处理 然而他们自己也当场挂财 清洁队员两只手臂包上纱布 另一个同事脖子后方 也明显被烧得通红 爆炸意外来得又快又急 追究原因是因为垃圾袋内 有几瓶卡氏炉用的小型瓦斯罐 受到挤压直接爆炸窜火 针对队员伤害的部分 我们也不排除会对当事人来提告 另外会求偿相关的费用 所以要再呼吁民众 丢垃圾必须依照我们的规定 危险性的物品都不可以丢到垃圾车里面 环保局再三宣导 高压瓶罐 行动电源和大量粉末都属危险物品 不能丢进垃圾车要依规定回收 但还是有民众不听劝 造成清洁队员受伤 这样违规的行为将持上最高 6000元罚单 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